我們沒有人喊水 家叔怕你口渴, 喝吧 你的確非常催促, 天生異品 吃一頓飯都沒停過口 一秒掉下來都沒有 看起我聰明水過你濕濕口 謝謝家叔 Mike很厲害, 說什麼他都會 有Mike, 就沒有漫長 我真的很羨慕Mike那麼懂得說話 你很不懂得說話嗎? 我是金營的氣氛攝影師 我經常說清理都會令大家掉下來 你不如你說話來聽聽 好, 我覺得八卦給你聽 聽說物流部的Cindy跟她男朋友吵架 誰Cindy? 生辭職的那個 她一定不漂亮, 否則我一定認識 又是這樣, 都說我不懂得說話 大家, 我這次聽說話 原來群姐和P大哥吵架 真的嗎? 難怪群姐這次沒了心情 我今早跟她說早晨, 她不騷擾我 那他們什麼姓家? 是假的, 任的 群姐說P大哥弄壞了一個廁紙架 但P大哥說不關她的事 廁紙架我經常都弄壞了 沒錯, 但群姐不相信 一口咬定就是P大哥故意弄壞了 為什麼群姐這麼想? 難道他們倆有原因嗎? 正確, 原來之前群姐寫過投訴信 投訴P大哥的 這件事很飽的, 繼續來 你給我打蛋了嗎? 太太太, 我不只叫咖啡 有特別的事去找你 你真是老哥, 叫我去廁紙 你先去廁紙 先別說, 等我回來再說 你回去廁紙 我在聽 我要做事, 你不用做嗎? 回去吧 太太太… 你來… 其實我想知道 為什麼我說Cindy沒有人聽 你一說群姐, 大家這麼興奮 因為群姐和Peter哥大家都認識 Cindy也沒有人認識 就像我說的鄰居是非, 你也不想知道 也對, 阿Mike, 你找話題真的有一首 謝謝 對了, 忘記問你們 這個星期五晚有空嗎? 一起看阿蘭達二, 直落宵夜 好, 這套一定要看 我等了十年了 我也可以了 我星期五要輪夜間 那不要緊, 我們四個先看 你就知道阿蘭達三再一起看 三? 那就等了十年? 阿蘭達二, 阿蘭達二, 阿蘭達三 我星期五放假 對不起, 我想到我不行了 為什麼? 接下來一個月 人事部和宣布部約在隔離區 幫忙和提供物資 那沒辦法 要不然我們繼續去第三集 才有阿Mike 當然不行, 沒阿Mike會很悶的 我看電影也不用說 看完吃宵夜的, 過期吧 好 不用所謂 對了, 希臘姐 為什麼你不開公司車去培訓中心? 自己的車比較舒服 上車吧 希臘姐這麼正, 我跟她不熟 不知道說什麼 不管了, 什麼都試試吧 希臘姐, 今天天氣真好 希臘姐, 聽說整個星期都這麼好 你會不會逛逛星期五? 不會 沒有了, 只有三隻紙? 那看電影呢? 聽說那套這套逢得很棒 你有看嗎? 沒有看 只有兩隻紙? 看來不可以再問她是非題才行 希臘姐是這樣 不, 其實我做部門主管的人 仍然是好錢 你做了這麼久 有沒有一些經驗可以教我? 沒有 沒有, 你回答我沒有? 只剩下一隻字那麼多 我還怎麼問下去? 我最怕就是那些空間了 有沒有辦法呢? 怎麼辦呢? 如果不是這樣過一整天的話 頭開始不舒服, 身體開始不舒服 心體開始不舒服 咪湯, 你的腦子動一下吧 希臘姐, 不如我們聽聽電台吧 開花壞了 壞了 那你打算什麼時候停? 我平時很少聽, 不急做 可能下個月呢 下個月? 我最近也坐你車的 有很長時間, 怎麼辦呢? 沒話說, 很尷尬 我最怕就是長時間了 想跳車, 救命, 沒人救救我 如果我假裝吐下車行不行呢? 假裝餅?暈車狼? 救命 到了 好… 你幹什麼?暈車狼? 是…我常常都這樣, 不用管我 是活該嗎? 這麼久了才想暈去 第二天還是爹 希臘姐每次都搭得這麼短 怎麼叫她那把口? 好, 爹真是令人很崩潰 我不搭車, 行不行嗎? 究竟這些日子何時完結 培訓中心的項目何時才完成 我真的很討厭爹, 救命 這句大家表現不錯, 繼續結束 散步 好, 知道 真棒, 今天無風無浪, 不用就出氣袋 大龍先生, 剛才財務部發了信息來 有份文件是緊急的 有什麼緊急的? 有沒有搞錯? 米? 幹什麼?大龍先生 書務部一邊小訂, 十萬箱廁紙 要八百萬? 我明明下了一百箱和八千元預算 怎麼會這樣? 我叫你給我一口 你不要愛我, 不是叫你問我問題 會不會是打錯字? 對, 是不是內部文件? 如果是的話, 改回去是不是就行了? 公認商那邊出了數據 說交易完成, 怎麼改? 對不起, 大龍先生 我不是有心的, 對不起 一句對不起, 你要我給八百萬? 你這筆錢給我搞定 不然你死也不行 對不起… 你麻煩你幫我跟他說一聲 他不出來, 我是不會走的 是呀, 謝謝你 你搞什麼? 我沒有, 我做足心理準備了 我會幫我擺幾頓工作的 那不行 這樣我很難做的 這樣嗎? 你找真老闆才不容易做 我只是打工而已 吃什麼呢? 吃什麼? 吃什麼? 不是 Helen姐, 怎麼你在這裡? 收起來的東西, 別失禮人 謝謝你, Helen姐 幸好你而已 你是怎麼說服真老闆的? 她是中學同學 她剛開公司的時候, 我也幫過她 所以這次就當我還的人情給我 八百萬的單位都肯改嗎? 她一定欠你很大的人情 也算是 不過這次我的人情也不知道怎麼還給你 還什麼?我們是朋友嘛 朋友?你當我是朋友嗎? 你怎麼這麼驚訝 最近我們一起坐車也算很熟 你在MT之中最好朋友了 別介意我這麼問 其實你覺得我們兩個哪方面熟? 你把你的私人告訴我 我小時候被淋紅油 十歲的時候賴尿 中學的時候給了一個初吻男同學 這樣還說不熟? 原來平時你說話你也聽嗎? 那車只有我和你 你不是說給我, 你說給誰嗎? 沒有, 我看平時跟你說話沒什麼反應 就算認也認很少, 所以… 那我要專心駕駛車的嘛 我還以為你是不想跟我說話 朋友之間的相處 不需要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問大家 只要大家覺得舒服, 不說話也行 就是這樣 對了, 你聽不聽電台嗎? 那個Hifi弄好了嗎? 你不是說很少用嗎? 你之前問起, 我以為你想聽 我就找人弄好了 原來他真的有把我說話放在心裡 不用了, 靜靜地挺好 那好吧 原來Dead Air也可以這麼舒服 他今天做什麼?心情不好? 不說話? 不是, 剛才他還笑了 他為什麼不說話? 平時有很多話要說 很悶 我告訴你們說話好笑 我昨天回家回家回家 你以為我明明按了十樓 教你竟然續塵停 你撞鬼嗎? 初時我也是這樣想 叫我一到十樓馬上跑 回去跟我媽媽說 你知不知道我媽在笑? 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原來大堂貼上通告 說是你故障 我是不是要笑? 這個榮說話真無聊 難怪他說自己是調節員 沒得夠了 糟了 傻子, Dead Air有什麼好害怕呢? 真正的朋友, 就算是Dead Air也沒問題 我沒叫到 傑叔怕你口渴, 喝吧 謝謝 話說回來, 兩星期可不可以一起行山 好啊 我也可以, 我可以 好像約了人, 不如再約吧 不要, 我們約了 我們走, 你就下次再走, 好嗎? 走? 沒有, 照走? 很悶的 有, 永在這裡 不怕悶, 這麼多話要說 真的嗎? 你沒有說話悶嗎? 其實是嫌的 是呀, 不過我們相信你會慢慢進步 最重要是說人家說話 不用你眼看我眼那麼沉悶 這件事我可以 我提到, 今天陳水… 為什麼我和阿榮的地位好像調轉了? Helen姐又說朋友Dead Air也沒問題 難道她腦子點我?